就在頭前莊站也就是新莊的中正路跟思源路的路口 可以說是新莊車子非常多的一個路口 不過這個捷運出口竟然都只集中在靠三重的這一邊 那麼在新莊文明里這邊住了幾千位的住戶 但是卻沒有一個捷運出口 因此當地的里長跟里民是相當的氣憤 希望相關單位能夠重視並且盡速的解決這個問題 就在新莊最忙碌的車多路口 中正路思源路口就是捷運投錢莊站 捷運出口都集中在大漢橋 由板橋下新莊的方向 而人口最密集的新莊文明里 這一邊竟然沒有出口 讓當地的民眾頗為氣憤 你看嘛 你看你現在這樣在這邊看 看了幾分鐘以後你感覺 郭北是不是很危險 是不是 那你也知道說 我們這個出口 這個大家的馬路 十字路口 是不是我們可以說全省 也是很危險的一個危險路段對不對 你也看那些車來來玩玩 思源路過來 還有中正路本身車流量就大了 那再加上往板橋的大漢橋的車輛也非常多 然後從板橋過來下大漢橋的車輛 以目前來講是因為三環三線的 汽車道還沒通車 那如果恢復成汽車道也下來的話 那變成過這個路口 以老人家來講 常常都是需要用小跑步的方式 才能夠安全的通過 不管是板橋新莊的雙向車輛 或是中正路右轉上大漢橋的車輛都相當的多 長輩們要安全的在90秒綠燈 穿越洛福場的思源路 可以說是相當的不容易 正常理長張里澤他來申請過馬路 斑馬線 不過這樣也是不行 這樣也是不夠說我們里面所愛的訴求 我們現在里面為他的訴求 就是說交通局 捷運旗 給我們一個說 給我們里面要通往這個接運 要坐車 接運 有一個安全地下的出口 來在我們文明里 從對面的二號出口那邊 如果一般年輕人來走的話 以秒數 綠燈的秒數六十幾秒 可能走得過 但是 畢竟新莊老街 老人 長者比較多 然後還有小孩子 如果行動不方便的人 他坐爐椅的話 更要穿越到一號出口 那邊才有無障礙的 無障礙空間可以下去捷運站 所以說 以整個捷運出口設計來看 應該全台灣可能沒有像頭銜中站這麼離譜 人潮最多的地方 竟然沒有一個安全的人型地下道 出入口 通往捷運站 從當初規劃捷運出口 文明里就屢次反應 規劃不周 希望可以在文明里 這邊設置人行道出口 如今捷運都已經通車了 里面們的通行安全問題更加凸顯 因此里長也強烈呼籲 相關單位要重視 並且儘速地解決問題 還給里面們安全回家的路 以上新聞記者 新莊採訪報導